卓宇軒 卓宇成就對長腿姐妹花 在二零一七年台素杯女子創打賽事 決賽碰頭來自香港的張偉環 葉成組合 從開賽就一路壓著對手打 最終以六比二 六比三直落勝出 也是姐妹倆首度在職業舞台 攜手拿下冠軍獎盃 很開心 因為你們是第一次 你不開心嗎 不開心 我們這幾場 我們也知道 也看到我們自己也進步了真的很多 就是包括默契 也沒有吵架 我很謝謝他這次這樣下來背著我打 因為他這次其實可以去找比較好的搭檔 現年十七歲的姐姐卓宇軒 自二零一四年挑戰職業舞台後 不僅在海說杯戶外賽 擊敗烏克蘭好手Shark 上下賽會最年輕的單打獨勝記錄 去年還在奧網青少年女雙闖進四場 相較之下 小一歲的妹妹卓宇成 職業生涯才剛起步 兩姐妹接下來規劃 就要前往香港打接賽 更加目標放在美網青少年組 也希望妹妹能持續累積積分 未來一起和姐姐在雙打戰場奮鬥 雷子雙打冠軍由卓宇軒擠美花拿 至於男子雙打部分 台灣好手易楚環和師大的邱玉祥 吸手闖進決賽舞台 對上日本組合的金錦聖太郎 與人目拓人 儘管首盤以拘束2比6落據下風 但第二盤硬是撐到了搶擊 以比數7比5搬回城 最後進行的Super Tie Break 更頂住了壓力 成功以10比8勝出 同樣也是翔寶沛 首度合作就順利奪冠 環球新聞採訪報導